马思纯在直播时首次公开回应分手仪式 表示分手并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 只要知道爱自己最重要 为心无愧最重要 还满心叮嘱粉丝都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据悉8月8日马思纯和欧豪工作室双双发表声明 宣布和平分手 9月19日凌晨 马思纯在自己微博发文称 皮囊的相爱永远无法 与灵魂的相爱相提并论 前者很容易 后者看福气 他分享自己对于感情的感受 引起网友热议 网友纷纷表示 愿下一个他能透过灵魂爱上你 我爱你始于颜值 忠于灵魂 好看的皮囊太多了 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 欧豪是由快乐男生出道的 曾经也火了那么一阵 但是娱乐圈里能唱能跳 有实力的人太多了 他渐渐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当中 思纯就比较厉害了 不仅学历高有实力 还夺得了影后 两人这样的绅士背景 谈恋爱对男方来说是有很大的压力 不过两人既然决定在一起 那应该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